好 各位 大家好 我是羊羊 今天為什麼開場會不一樣呢 之前都是收53伏的暴力 今天最主要的話是 這一個伏的話是陸伏 陸伏的話這一伏是 476伏 啊 只是要 順便 算是加減完 然後只是順便要看一下 陸伏出角的資訊 然後跟一些 看福利的部分 我不知道後面台服新出的 新服的話我沒有一樣啦 只是目前如果都以我當時 開始玩的情況下當然是比較 佛啦 但是 畢竟後面角色出那麼多 所以一開始跟我們那時候玩的 福利當然會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這次的話我主要介紹陸伏 我主要是 下一檔台服會出的角色是 15隻的陳國寒 15隻陳國寒的話 陸伏已經出了 只是陸伏的話主要是說 是計角 但是他好像在巔峰的部分說好像 有人說不太硬 所以我不太確定 所以我們就來稍微介紹一下 這一隻角色 只是他的實裝好像也是 不太討喜啦 啊 用成小紅帽 這是真的讓我有點無眼啊 只是 他這邊有 那一個猴子的 就蔡寶琪的 15隻 就是蔡寶琪14 這變成就是 會再出他的15隻的意思啊 然後 這就沒有 目前這樣子看起來沒有特別 還有其他新角的感覺 好 他目前的話定位是 弓手轉換 帶刺防禦 其實弓手轉換就變成 他可能就是 他可攻可守 但是他腳在轉換時 看只是他 是怎樣去定位他的轉換 不然的話 如果是轉換成功的時候 你現在是 別人回合時 是在攻的狀態時 那你就不夠硬啊 他的 他的 戰魂的部分是 龜魂 受擊時 這是龜的 攻擊時 所以他是 龜蛇魂 他的定位是 戰魂的部分是龜蛇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祭祀的部分 登場時 提升本身的 35%攻防 然後 20%受到的治療量 又提升 然後 以及 30% 就是 技能抗性 跟小技能抗性 那個 每次戰鬥首次死亡 有100%的機會 復活 那就是 有翻 13隻的成果函 他的話是 有專武的話 是 好 那 應該有專武 也是有概率復活還是 有跟那個 那個 跨服競技 那個叫什麼 我突然忘記了 反正一樣 是跟巔峰很像的 另一個 我突然忘記那個叫什麼了 那個模式的話 他的專屬技能是 100%復活 我不知道辭職的 是不是有 我忘記是不是100%了 然後 登 登場多於一人時 第二次死亡能有50% 所以他有機會 復活兩次 這是有個概率 可是第二次的話 是比較吃運氣 只是看會不會有專武 開門之後 會不會把第二次的機率再拉高 每次復活 每次復活 回復部分生命值 然後 回復全部的怒氣 所以他復活的話 都是 怒氣是滿的 然後 然後永久提升10%的防禦力 跟30%的抗爆卡度可疊加 所以他復活後 等於復活兩次的話 會再額外提升 等於是第二次的話 是20%跟30%的抗爆 可是這個好像就 第二回合 因為第二次比較會拚運氣 所以就 比較是還好的部分 登場第二回合開始 就是 敵方行動期間死亡 觸發 攻守 轉換 強制結束 敵方回合 進入我方回合 喔 就是敵方行動期間死亡 第二回合時 可是等於是在 他的意思是在對方的回合 那個 做攻擊時死亡 我還是換對方回合時 就是等於算是被扣血扣死的吧 因為你等於是 這樣子不算是攻擊 把對方打死的 這樣意思是 假如換對方 應該他這樣子敘述的話 應該是說 換對方回合 已經有 就是你在你的回合時 就把對方打死之後 就 就觸發攻守交換 但是 這個 這有點籠統 就是變成要試過才知道 因為就變成文字上的話 單單 因為 他們已經入服 都有人拍過巔峰 因為我沒去看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 實質效果是什麼 然後 主要是可以強制對方回合 然後結束對方回合 然後進入我方回合 這個的話 算是 完全算 比較另類的 另一種的玩法 每一場戰鬥 僅可觸發一次 觸發攻守轉換 他的攻守轉換是指這一個 我以為是本身的能力 會 同時為 我方怒氣最低的 兩人回復400怒氣 這回復400怒氣蠻多的 驅 然後驅除負面狀態跟實話 若登場我方人數少於6人 該效果生效目標減1 主要是這一個吧 少於6人的時候 可是他主要是 主要是要講爭霸吧 或是競技場 那個社團競技場 登場即每次復活後的首回合 反正就是第一回合 然後免疫復免狀態 必定釋放小技能 每次復活回復30%的生命值 反正這個等於 即使你被動點越高 你回得越高 我現在比較不了解的是 他敵方行動期間死亡 觸發攻守交換 反正觸發攻守交換 反正就是結束對方那一回合 直接換到你 只是他行動期間是 反正你這回合結束了 但是對方的話是被毒死 還是被 那一個切割切死 或是這樣扣血 只算扣血這部分死掉 的時候 就換對方 就已經換對方回合了 剛好是這樣子死掉 才有 才有機會觸發這一個 觸發攻守轉換 還是你在你回合時 已經打死對方 才有機會 就有機會觸發了 這個 可是他們寫行動期間 所以的話 應該是比較 偏向是我 我第一個講的 就是被 扣血 被中毒扣完 或是被切割扣完 比較 應該是比較這一個的 然後 看小技能 攻擊單體 這是打單體的 因為13隻的那一隻 是打全體 優先攻擊 優先攻擊 自身上次 絕技攻擊的目標 就是 那一個 你大招 沒有 這小技能 靠腰 我看錯 那個小技能都是大招 都是 都是單體 回復自身攻擊力300%的生命值 這個 可是 這隻是計較 計較的話 攻擊跟防禦會比較平均一點 所以的話 就要十隻要看了 因為 目前大部分計較都不優 目前出的計較真的蠻多 都沒有到很強 就超娜 超娜的話 他 開六門之後 又可以當攻擊手 本身不開的話 他的續戰能力很強 就生存能力很強 還算強 那一個 像窮的話 也是計較 窮的話 這隻 計較的話 目前感覺 輸出是不優 但是他在 像我的那隻窮 台服那隻窮的話 在 五星的話 在前排 基本上 他戰力才一百三十幾萬 可以有時 大部分都可以撐到 是最後一個才死 所以的話 計較的話 還是有好的 但是 好像沒辦法到 就是兩個間距都比較強 只是 到時就要看這一隻吧 台服會怎麼去 做這隻角色 然後 悠久提升10%的小技能概率 最多可疊4次 反正就是 他就是 變成最高可以有 40%的小技能概率 然後 你再加到時 計 3 再提6% 然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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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門 三門說錯了 造成目標 最大生命值 8%額外的傷害 無視負面效果 如果目標 防禦率低於自身 額外再造成 傷害翻倍 所以 多阿可以扣16%的意思嗎 就是他的 目標的防禦率 低於他 額外造成 造成額外傷害的防備 多阿 是8%的額外傷害 所以就變成16% 如果目標防禦率低於自身的70% 額外造成70%的敗血效果 唉唷 他有 所以這隻角色會 有敗血的效果 是他這一隻的話 等於對馬克希馬比較沒有 有一個馬克希馬是防敗血 是要觸發小技能之後才防敗血 有些造成70%的敗血 喔 機率吧 應該是造成 70%的機率敗血 像我想說 你的總血量70% 這小技能也太可怕了吧 喔 他大招的話 也是攻擊敵方單體 所以的話 跟13隻的那隻有差別 其實三隻是打全體 然後提升自身20%傷害率和免傷率 本次攻擊無視目標的格擋跟傷害抵抗 這個就是其實就跟 當時的哪一隻角色 一樣是無視 那個好像是 女暴風吧 他好像是無視格擋跟 欸 是 我照有無視格擋 我忘記有沒有無視那一個傷害抵抗 40%概率 暈眩目標一回合 然後降低目標20%的免傷 跟絕技傷害40%防 還有防禦率一回合 所以攻擊目標無法抓取 諾公爵 則會 則會 跳過摔技動作 但不影響技能 傷害效果 這個也太 如果目標的話 這個有點太柔了 就很奇怪 就是 就是正常他那個角色是不能 展現 這隻技能沒辦法展現出來 打的對方不能展現出來 這個技能效果 但是不影響 好奇怪 然後 武器覺醒時全面提升 目前這隻定位來說的話 看起來是沒有到 特別的硬 也沒有說 輸出感覺有特別的優異 但是他都有提 就是現在的後期角色 大部分都有基本的提升 就是 攻防的系列 然後本身也有那一個 那一個 提升小技能概率 或是 回血的部分 跟 大招也有提升傷害 跟免傷率還有防禦力的 大部分現在角色 不僅 計較 攻防卡也都有 所以的話 這一個 目前 的 攻擊手跟坦克來說 其實就是 目前定位還算不明 就變成要真的 有拿到 直接使用 巔峰的話 可是大部分巔峰會比較不準 因為巔峰 通常新出來的角色都會 數據其實都會做得比較強 就是 讓人家覺得 天鋒用起來好屌 就是想要去抽他 就抽出來 根本就是一坨死 有些角色真的 出出來 抽了出來 真的是蠻雷的 有些是雷角 所以就變成是 主要是現在 尤其是玩台服的 因為15隻隻 現在出的角色 速度實在太快了 就變成 現在拿角 不能像以前一樣 現在拿角的話是 要很斟酌 拿 資源要丟得很足 不然的話 像我的話 目前還有 還是有兩隻 有比較好啦 上一次的話 是 隊伍有到三隻的五星 現在的話 已經慢慢 只剩下兩隻五星 那時候 窮的話 其實窮的話 五星就夠用 只是現在等於 窮的話可以去不理他 因為他 目前六門看起來 我在終極之戰 用的話 輸出 不太優異 所以六門輸出 好像不太優異 但是夠坦 所以的話 其實他五星夠坦的情況下 的話 那就讓他五星就繼續 就門可能就不開了吧 就是在 讓他前面坦而已 坦住就好了 那個 後面 像超納的部分 我會再猶豫說 因為後期 因為陳國寒的話 目前如果不優的情況下 我目前應該是不會考慮到 下一隻角色會抽他 所以的話 說不定超納 我會有機會 把他開到六門 下一次要下的角色 有可能應該會是 白獅的部分 那白獅的部分的話 雖然會影響到 那個馬卓 但是影響馬卓是不大 只是不能復活吧 我忘記了 好像變成只有免死 就是免死一次 他沒辦法 他不是復活 就是變成是好像免死一次吧 這個是比較 有傷的部分 因為你免死跟復活 其實這兩個是差蠻多的 好 那我們今天 這個 我的陸服的部分 我也是會繼續玩下去 但是可能就是 這個就是一定不會去除 可能就是看我玩 不然的話 其實 這幅我玩的時候 不知道已經出幾天了 因為他好像 的排名獎勵已經拿了 現在有477 正常的話 我應該是直接再去玩 新服可以順便無聊 跟他們拚一下排行的部分 可是現在的話 可能就是 就看啦 看之後 477好像也出了 一天還兩天了 所以的話 看之後 有沒有再出新服 的時候就 每天看一下 有出新服的話 看要不要直接再換新服 直接玩玩看 反正 近期比較有時間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 15隻職的城谷行 我們個人解說 我們就到這邊 後面有更 如果有新的資訊 或怎樣的話 我會再發 影片的話 給大家知道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